一路走走停停,布鲁诺基攒了一肚子的火,确切地说是整支兽人大军都憋了一肚子的火。遍地都是陷阱,可以说这几天踩的坑,比他们前半辈子踩的都要多。 最可气的是根据英人侦查来的情报,前方还有一支队伍还在继续搞破坏。 远征军虽然开赴前线作战,但几个工兵团却被留在了后面搞破坏。 越是不好走的路段,就被破坏得越厉害。 特别是一些靠近水源的路段,不光是一路坑坑洼洼,还被引入了水流变成了烂泥路。 如果不是有英人负责侦查,估摸着蓝河驻坝,水淹漆军,也能够被安排上。 水淹漆军没有能够发生,但是大水漫灌到道路上,还是没有躲过去。 糟糕的道路,大大降低了受人大军前进的速度。 原本远征军走了五天半的路,他们花费四天时间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。 速度这么慢,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修路。 不修都不行,作为距离最近的一支援军,他们还肩负着押运后勤物资的重任。 战争进行到现在,墨西公国或是被动,或是主动,对交战区域完成了兼蔽清野。 就连沿途的贵族城堡,一个个都人去楼空,不是跑去参加达佩斯城堡卫战,就是加入到了各路大军之中。 领主首途有则,不等于无法变通。 国王发布一道征召令,原本的职责束缚就不再是问题。 墨西人的变通,直接坑苦了兽人大军。 贵族们在撤离时,对待不走的物资进行了毁灭性破坏。 不是往粮草之中投毒,就是直接一把火搞定。 就算是有漏网的,也被前面的军队抢光了。 为了获得更多物资,兽人大军只能去更远的地方抢劫。 可围困达佩斯的兽人大军,足有三十多万,这么多的军队粮草消耗量可想而知。 附近的区域,早就被祸害逛了。 以达佩斯为中心,方圆百里都不要想见到人烟。 就算是范围扩大到三百里,那也只剩下一些军事要塞。 普通的农奴,自由民,不是沦为了刀下亡魂,就是已经逃难跑路。 在占领区,无法获得足够的补给,那就只能从后方酬粮。 毕竟,不是所有的兽人都能够靠啃树叶,吃草皮为生。 没有足够的营养补充,根本就支撑不起高强度的作战。 本以为雄人黄庭距离达佩斯最近,让他们先运送一批粮草过去应急,结果本该最早抵达的队伍,现在落到了最后面。 几度布鲁诺都想下令大军绕道,只是考虑到现实问题,最终还是给放弃了。 人可以绕路走,但战兽和车队不行。 何况绕路增加的时间,也未必比修路少多少。 谁让他们都是外来户呢?人都祸害没了,连个向导都没有。 沿着大道走还没什么,要是穿插小道迷了路,那可就尴尬了。 看着从天而降的陌生英人,布鲁诺的心情就越发不好了。 直觉告诉他,这又是过来催促他加快速度的。 他也想快点二赶过去,找远征军复仇,可问题是现在必须先修路啊。 大军一路前行,在靠近达佩斯约三十里地的时候,比蒙骑兵终于遇上了仓皇逃窜的兽人士兵。 走在最前方的比蒙军官是一位机灵鬼,知道自家亲王现在想要什么。 看到溃兵二话不说就抓了起来,送到布茨威格亲王跟前。 告诉我,达佩斯发生了什么。 面对布茨威格亲王锐利的眼神,几名倒霉蛋溃兵,一时间竟然傻愣愣地呆立不动。 蠢货,没有听到我在问话吗? 布茨威格亲王一把揪住一个倒霉蛋,怒气冲冲地训斥道。 作为高高在上的比蒙亲王,能够和这些卑贱的种族说话,已经是天大的恩赐。 这些家伙居然敢发愣,简直就是罪无可恕。 亲,亲王,殿下,我,我们什么,都不知道啊。 漆黑一片,然后大军就溃败了,我们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得到了一个稀里糊涂的答案,布茨威格亲王直接将手中的糊涂蛋扔了出去,直接来一出空中飞兽。 只听到扑通一声响,就落在了七八米之外,身体本能地挣扎了一下,就彻底沉寂了下来。 救治是不存在的,现在可没人敢惹怒火上头的布茨威格亲王。 一个卑贱的野猪人而已,根本就上不了台面。 你们呢? 也和这头蠢猪一样,什么都不知道。 从布茨威格亲王充满杀气的眼神之中,几名野猪人嗅到了危险,被盯上的一人,只能颤颤巍巍巍地回答道,不是的。 亲王殿下,我记得昨天黄昏时分,远征军出现在了战场上,紧接着就发起了进攻。 统领下令分出一半的军队拦截远征军,然后城中的守军也杀了出来,前后夹击我们。 紧接着天就黑了,敌人在城楼上搞了一个大灯,将战场照得和白昼一样。 接着就是魔精炮,厮杀,骑兵。 野猪人回忆了他全部的记忆,或许是因为太过紧张,内容有些颠三倒四,前后无法衔接。 不过凭借超人一等的智慧,布茨威格亲王还是大致搞清楚了现在的情况,远征军和城中守军联手击溃了围城的大军。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 三十万兽人大军死得死,逃得逃,大势早就丢了一个干净。 传令下去,全军停止前进,就地安营扎寨修整。 布茨威格亲王果断下令道。 救援的目标都没了,继续长途奔袭赶过去,也丧失了意义。 不管围城的大军有多废柴,终归也是三十万大军。 没有了这支军队,仅凭一支比盟军团,布茨威格亲王可不敢跑去和人族决战。 没有派兵搜罗溃兵,不是布茨威格亲王对增加兵力没兴趣,实在是做不到。 兽人大军种族繁多,内部协调起来非常困难。 通常都是以部落、种族为单位编制的,想要恢复建制,就必须先找到他们的部落首领。 耿直的兽人认死里,只认自家的部落首领,也有可能是刚认识的外人记不住。 毕竟,底层兽人没有文化传承。 在兽人帝国一个种族权是文盲,也不是啥新鲜事。 五大皇庭为了自家的统治,不仅封锁了知识向下传播,还刻意打压附庸种族的文化发展。 很多种族发展了无数年,还停留在最原始的生产阶段。 最起码和军事相关的领域,那是很多年都没有向前迈进过一步。 小弟们的文明停在原地不动,仅凭受人五大皇族那点人口折腾,生产力落后于人族,也就不奇怪了。 现在就是为此买单的时候,最原始的动员体系下,离开了部落首领啥也干不了。 同种族的士兵,或许还能够勉强将就着指挥一下。 现在这种溃兵遍地,收拢重新整编也恢复不了建制。 想要再次编制成军,唯有多种族混编。 把矛盾重重的各族放到一支军队中,就相当于把羊和狼关在一个圈里。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不用想也知道。 墨西公国王宫,第一次过来参加高层会议,哈德逊才知道克里斯九世病倒的消息。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为之,还是真的心情高兴,克里斯九世还是带病参加了军事会议。 凭借敏锐的感知力,哈德逊一眼就看出了这不是病,而是身体被掏空,即将走向人生末路的表现。 能够支撑到现在,除了过人的意志力之外,估摸着也是没少拿滋补生命力的宝物调命。 作为盟友,哈德逊此时是真心希望克里斯九世能够多活几年,最起码也要撑到战争结束。 墨西公国现在经不起任何动荡,就算是王权更替一帆风顺,还是免不了引发内部动荡。 这不是个人意志能够避免的。 克里斯九世明显是看到了这一点,才咬牙支撑着。 此刻出来参加军事会议,也不乏向哈德逊示好,或者说是向阿尔法王国表明立场。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两国联姻已经在进行中。 哈德逊可是非常清楚,自家王杵有多痴迷安妮公主。 从眼下的局势来看,这次联姻对双方来说,都是最好的选择,共同的敌人让两国走到了一起。 墨西公国局势危急,需要一方大势力支撑,阿尔法王国同样需要稳定西线,支持墨西公国就是在支持自己。 何况,凯撒王储之前在墨西公国的表现可是大大的丢分,在大陆上的风评可谓是极转直下。 名声坏了,联姻的时候必然会大受影响。 不是谁都愿意选一个十全不高的未来国王女婿联姻。 挣扎没有任何意义,外界普遍的看法都是,经历了凯撒三世这位强势国王后,后面的凯撒四世必定是一位弱势国王。 除非凯撒王储逆风翻盘,重新证明自己的能力,才能够洗刷之前失败带来的耻辱。 毫无疑问,这是不可能的。 谁也不会放心,让他再出来指挥大军。 军事上难以有大的作为,政治上想要正表现,那就更难了。 下面的王公大臣一个个都是老狐狸,岂是一名王储就能够拿捏住的。 安安纷纷地按照游戏规则完,大家还给几分面子,要是越了线少不了他的苦头吃。 宰相,这次会议就由你来主持吧。 克里斯九世声音略显颤抖地说道。 看那表情,就仿佛随时可能去见晨曦之主一般。 是,陛下。 赫尔切格宰相小心翼翼地回答道,唯恐自己的声音太大,不小心将国王给带走了。 昨天夜里大战的结果,我们已经初步统计了出来。 击溃兽人大军三十多万,斩杀兽人士兵六万多人。 守宫之臣,自然是我们的哈德逊伯爵。 在昨夜的战斗之中,哈德逊伯爵指挥的远征军及时把握战机,出手便撕破了兽人的军阵,为大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 请伯爵阁下接受我代表墨西公国,予以阁下最高的敬意。 祝愿我们两国之间友谊,勇士长存下去。 说话间,赫尔切格宰相直接冲哈德逊鞠了义工。 这次哈德逊没有避让。 如果只是针对自己,他还可以谦让,但涉及到了阿尔法王国,他就不能拒绝。 礼遇,看似规格非常高,可终归还是虚的。 除了能够拿出去吹牛逼外,实际上什么也不是。 哈德逊又不在墨西公国混,这种荣誉性的东西再怎么多,那也不会涉及实质利益。 大家自然不介意将它捧高一点。 宰相阁下客气了,我们两国本来都是盟友,两国之间的友谊更是晨曦之主可见,我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。 昨天晚上的战斗,主要还是两国通力合作,才取得了辉煌大胜。 哈德逊严肃地回答道。 既然要演戏,他也不介意奉陪到底。 虚的终归是虚的,那些承诺中尚未兑现的东西,终归还是要拿出来兑现的。 昨夜的辉煌胜利,现在已经过去世了。 接下来公国还面临更严峻的挑战,我们必须向前看。 哈德逊伯爵,比蒙骑兵在距离我们三十里开外的地方停了下来。 受人五大皇族的援军,此刻也到了半路上。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,不知道阁下有什么应对之法。 听了宰相的话,哈德逊心中也是暗自一惊。 看上去团结的墨西公国高层,内部同样也存在着斗争。 一直逮着他吹捧,摆明就是想要借助他这个手工之臣的影响力,压下马丁斯伯爵的风头。 不过这种斗争,从目前来看并不激烈。 用的都是阳谋,出发点也未必是想要对马丁斯伯爵怎么样,更多的还是维系目前的政治平衡。 受人大军来势汹汹,但他们却是分头过来的,这就是留给我们出手的机会。 集中优势兵力,先灭掉其中一路,打击敌人的士气,再慢慢和受人大军好。 不过在此之前,最好还是先解决掉30里外那只比蒙骑兵,免得他们大战时偷袭我们的后辈。 主要还是要看贵国各路援军抵达的速度,才能够制定出最合适的计划。 哈德逊笑呵呵地说道。